凌晨5点半,天蒙蒙亮,17岁的郑国花正在空旷的街道上奔跑着训练着。 郑国花是内蒙古自治区霍尔浩特市土莫特佐奇的一名高一学生, 他的体育成绩十分突出,屡破学校记录,也在全市全国的比赛中拿到过前三名。 但在这背后,是他无论严寒酷暑,五年如一日的训练,以及一直陪伴在他身后的魔鬼教练的付出。 记者了解到,这位魔鬼教练不是别人,正是郑国花的父亲郑龙。 郑龙以前是运动员,后来也当过兵,有一些运动经验。 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发现郑国花有运动天赋。 在征求女儿的同意后,郑龙开始对女儿进行训练。 每天4点20早起跑步,便是第一课。 哎,小学了想,全是也辛苦,尤其是东西啊,两下二十岁都, 你说我起来教他的时候,哎,全是想里头非常忙碌, 但是你说有忙碌还烦,尤其是体员这个东西,哎,防御无阻。 同学们都说我4点20起,他们都起不来,他们5点起就已经很困难了。 然后老师们都觉得我特别辛苦,为肯定的,我觉得不会那是假的, 但是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,值得。 记者了解到,除了跑步,父亲还制定了一套更为严格的训练计划。 他亲手为女儿打造了一座健身房,因为家庭条件不富裕, 父亲用捡来的木头、铁丝,制作捡一千影机, 用加了垫子的木板做跳跃训练。 哎呀,经过,八样多余,弄好,弄好,弄好,我起刚上市里是, 哎呀,我说行,然后他不知道,就听我说, 讲过,我天天把文化再接上话,你累得该想不想。 几乎东西却不是借的,连铁丝都是借的。 虽然在外人看来,这样的训练十分辛苦, 但是郑国花说,父亲的陪伴是他前进的动力, 如今,他也有了自己的目标,并会为之奋斗。 最先开始我进来的时候,就是觉得不可思议, 因为我不敢相信这是父亲一个人弄出来的。 我初一的时候,有同学叫我提拔, 人家有学霸,然后我是提拔。 这个女成员一直在借记住我。 以后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考到北京体育大学。 谢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